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大后的女主也是这样 因为交不到朋友 所以女主把玩偶当成自己最亲爱的朋友 女主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情都告诉玩偶 有什么高兴的事她更要分享给玩偶 女主慢慢也长大了 她也有自己喜欢的男孩子 心中懵懂的情感让她激动又难过 女主知道自己这样子不招人待见 可是自己也有爱的权利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女主爱上了隔壁的修车员男主 可是女主的工作是一家宠物医院的兽医 所以女主根本就没有机会和男主搭讪 女主虽然有意的想和男主邂逅 没想到男主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女主 女主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女主看到别人可以相亲相爱 她还是没有被打击到 继续追求自己的爱情 在一家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 女主精心打乱了一番 想要吸引男主的注意 可是没想到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女主心里很难过 不过在第二天男主的狗狗生病了 刚好就去找女主治疗 男主和女主就很快熟悉了起来 这一天男主和女主在洗衣房洗衣服 在不经意间男主看到了女主的身体 男主也忘记带洗衣粉 女主就把洗衣粉借给了男主 男主为了感谢女主就叫他抽烟 还赠送给女主一包烟 后来女主和男主关系越来越好 男主甚至主动邀请女主去吃饭 虽然他们俩只是在一起吃三明治 男主还邀请女主去看电影 虽然只是在他家里看录像带 女主还是特别的开心 后来女主穿得很少跑到了男主家里 男主看到女主这么主动也很高兴 他们俩直接开始亲吻了 可没想到女主不会接吻 竟然把男主的嘴给咬破了 男主疼得直接离开了 第二天女主再次来到男主家里 准备和男主接吻 可女主却在门外听到了男主说 自己是一个智障 而且男主又重新找了一个女人 女主悲伤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然后独自坐在那里开始抽烟 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地步 女主居然发现自己的同事小花喜欢自己 女主看到自己找不到男朋友 干脆找一个女朋友凑合一下 女主本来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 可以依靠的人 没想到小花竟然劈腿了 更加可怕的是 小花竟然邀请自己一块玩 想想那画面女主都感觉很痛苦 女主想到这里直接离开了 她想要找到一个一心一意 对她好的人 女主连续找了两个人都背叛了她 她伤心地回到自己家里 自顾自地抽烟 想要排除自己的愁绪 有一天女主在一家残疾福利儿童院 做义工 看到眼前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 女主的心情好像好了一些 不过就在女主拿出 从小陪伴着她长大的玩偶 想要和孩子们分享的时候 小朋友们为了争抢玩偶 竟然把玩偶给弄碎了 女主的玩偶被小朋友们抢得烂了 再加上地上还有玻璃的碎片 整个场面弄得血淋淋的 女主难过得要死 她不明白为什么世上的人都是这样子 女主坐在大街上 想要找一个完美的人 女主在大街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有的人有自己的优点 也有自己的缺点 或者仅仅是一方面比较突出 于是女主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女主当时坐在街上的凳子上 后来有一个男的小王来找她搭讪 如果是放在以前 女主肯定会非常高兴 女主最后还是答应了她 女主回到家里后 趁着小王不注意 直接用剪刀杀死了她 女主觉得小王的胳膊比较好看 所以她就把小王的胳膊给弄了下来 紧接着女主又来到了自己的同事小花家里 小花很高兴地欢迎女主来到自己的家里 小花没想到的是自己放进来的是一个恶魔 女主就把小花给杀了 她感觉小花的脖子比较好看 女主把小花杀了没多久后 她就发现又有人来找小花 女主发现这个女孩的腿比较好看 这个女孩比较倒霉 自然被女主给解决了 最后终于轮到了男主 女主感觉男主的手非常好看 而男主新找的妹子身材肯定比较好看 女主就凑齐了所有的奇观 女主认为既然自己交不到完美的朋友 那么她就要找出身体部分比较完美的人 然后把他们拼装在一起 这就意味着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人 女主最后把所有人的肢体连接在了一起 她感觉自己创作的东西是最美丽的 她心满意足地看着她的作品 可就是在女主叫她的时候 女主的作品竟然没有回应她 女主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然后女主就把自己的眼睛给抠了下来 把眼睛放在了自己的作品身上 令人惊讶的是尸体竟然活了过来 慢慢地抚摸着女主的脸 而女主也慢慢失去了意识 估计这是女主死时的幻觉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